第一方面虽然日本方面已经放缓了被无理扣押的中方船长詹琪雄 但是由于中方已经加强了在钓鱼岛海域的渔政护航工作 中日两国渔政船只在钓鱼岛海域的对峙有增误解 对峙双方的船只分别是属于中国渔政和日本海上保安厅 在昨天的一次最新的对峙中 日本海保厅PLH03号紧挨着中国渔政201的右旋 两条船互相可以喊话一度紧隔一船长度的距离 一旦船息过大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 日本官方长官仙谷游人昨天表示说 中国渔政船从24号开始在钓鱼岛附近的比林区域巡航 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了6艘巡视船加以警戒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江瑜在这个月9号曾经表示 鉴于发生了撞船事件已经向事发海域派出了渔政船 此后随着撞船事件的升级 中方渔政相关人士也表示 为了保护中国渔船钓鱼岛海域 中方渔政巡航必须要常态化